自然所千岁 古有年中皆是 第一个 经因素 是七古奔利 张琴亦往 张琴就是行事处 容易往生 自然所千 张琴亦无人 为什么不能往生 自然所千 这自然是什么 娑婆众生 九喜盖产 自然为之 亲父不娶 顾鼻无人 盖是什么 禅是什么 盖是无盖 都是烦恼啊 盖是把我们的智慧得下障碍出来 盖住了 脱不出来 禅好比神说 把我们捆绑起来 动弹不得 所以这两个字是一切烦恼的代名词 我们有 我们有戒死烦恼 有沉沙烦恼 有无名烦恼 在六道里的时间长久了 已经习惯了 对于无欲 对于无欲 其勤的 知足 不容易放下 这个东西不放下 往生就去不了 所以无人 这个念符 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 人名字记不得 有一年在台湾 我从美国回到台湾过年 讲话言尽 有一位老太太 也是老信徒 但是她不常来 过年来看我 告诉我 她说她都放下了 念佛的功夫很得理 我说好死啊 她笑了笑一声 就是一桩放不下 我说哪一桩 孙子放不下 她并没有一天到晚 念孙子 她心里都真有孙子 虽然口里一天到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里都没有阿弥陀佛 还是有孙子 我就提醒她 我说这个要不放下了 你不能我孙子 千万不能止住 你要是真放不下 你死了以后 你孙子长大了 他将来结婚生小孩 你就去脱胎了 又变成了儿子 这真的不是假的 一生老是念佛人 没什么大过错 他不会多想我到 非常可能 他有他人到来了 来干什么 给他孙子 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所以盖禅里头 最严重的 叫情志 一定要看破 一定要放下 我们才能够得度 我们才能够得度